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对于农村人来说 他们都信这个啊 也正因为信这个 所以农村人对这四种动物进了自家家门是非常忌讳的 若万一真的进了自家家门 他们的做法也非常有意思 猪来穷 狗来富 猫来盖白布 没错 第一种动物便是猪了 上面的那句谚语至今在农村流传甚广 从字面上的意思能够解读到 猪进家门寓意着你家财气衰落 狗进家门则寓意着财望 猫进家门则寓意着有凶兆 所以在以前的农村 因为家家户户都养有猪的 在赶猪进猪圈时 猪难免有时调皮乱窜 就有可能窜到别人家里去 有时猪实在是饿得慌了 都有可能跳出猪圈栏杆 跑到别人家里去 在农村 家家户户都是非常忌讳 别人家的猪跑到自己家里来的 这被农村人默认为是财气衰败的征兆 那么要是猪万一真的 跑进了别人家里 猪的主人又该怎么做呢 此时猪的主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和冲走不祥的晦气 猪的主人会买一卷鞭炮 去受害者家里燃放 这也是民间留存下来的 一种封建迷信行为仪式 再来 猫来盖白布 这种说法就更邪乎了 意思就是野猫或者别人家的猫 突然去你家 赖着不走了 这被寓意着是凶兆 换句话表示 猫就是来披麻带笑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猫是捉老鼠的 它之所以去你家 意味着你家老鼠多 老鼠多又意味着你家里的情况 是比较破败不堪的 才会招致老鼠去光顾 再者 结合猫的叫声是喵喵喵 同灭灭灭声色极其相似 所以也被人们认为是不吉利的 那么舍进家门是急还是凶 这在农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蛇又被人们认为是龙的象征 所以有些人认为 蛇进家门是吉祥之兆 而有些人因为害怕蛇 所以认为蛇进家门是不吉之兆 到底是吉还是凶 这些都是以前农村遗留下来的迷信传说 不要过度惊慌和害怕 如果不是毒蛇 用一根长棍子驱走它 或者挑走它便是 一般蛇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然后在家里撒些熊黄 大蒜 天南星科植物等等 在此非常不建议把蛇打死 最好的做法还是让它回归自然 如果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蛇 为什么会进家里 我们都知道蛇是喜欢潮湿 阴凉 安静的地方的 如果你家里是靠近山或者草丛 又或者家里环境潮湿 阴凉的话 都不排除有蛇出没 当然了 如果家里有老鼠 也不排除蛇是冲着食物去你家的这种可能性 还有句俗话说 不怕猫头鹰叫 只怕猫头鹰笑 如果家附近有猫头鹰笑 三天内会有人去世 其实是猫头鹰的嗅觉非常灵敏 当人体新陈代谢的分解远远大于合成速度 就会发出一股独特的味道 这会吸引来以肉食为主的猫头鹰飞 但能闻到味道却找不到肉 于是猫头鹰会发出焦虑的叫声 被人们视为笑声 如果听到叫声 在院子里大声叫 买砂锅煮肉吃了 他就会飞走了 现在城市发展起来以后 留在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 人年纪大了以后 身体慢慢开始走下坡路 多数是疾病缠身 身子骨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如果是卧床不起的老年人 一旦出现这四种表现 说明他的阳寿将至 离去世已经不远了 子女们应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人生在世 草木一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谁都逃脱不了 因此要坦然面对 过好每天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 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 生病一并不起 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自理 一旦老年人出现了以下的四种表现 这就说明他马上可能就要离开家里人了 第一种表现是身患重病的老人 会经常跟家里人聊一些过世的亲人和朋友 聊一些年轻时候和过世的人的事情 会说见到去世的人 这表明他可能离去世很近了 我们村里边有个赵大爷 他每天的生活特别的乐观 经常出去散步 身体还比较硬朗 可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他就突然开始跟身边的家里人 说起他年轻时和那个去世的哥哥 聊起他年轻的时候 跟这个哥哥的一些事情 刚开始他家里人也没有觉得什么 可是没过多久 这个赵大爷就病倒了 这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没过多久 赵大爷就去世了 所以老人一旦聊起已经过世的人和事 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 就是老重病人突然间的食欲大增 如果家里有一位老人 他生病很长时间了 常年卧病在床 每天都动弹不得 每天也不愿意吃饭 吃饭很少 不愿意喝水 不愿意和人说话 可是有一天 他突然就像是病好了一样 突然间饭量大增 吃饭很多 这种情况就说明老人可能即将离去了 我以前就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镇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生病多年了 一直卧病在床 不能动弹 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来伺候 而且他也不愿意跟人说话 不愿意跟人交流 可就在去世的前几天 老人突然间好像是精神焕发了一样 好像是回光返照 跟身边的家里人说出了自己要吃的一些东西 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去买 他儿子女儿看到父亲这种表现也特别的高兴 就立马跑出去 给老人买了老人爱吃的水果和食物 回到家里之后 老人看到这些东西也是特别的高兴 然后就吃的很多 他儿子女儿认为老人是要康复的样子 并没有想太多 也都特别的高兴 说老人终于好起来了 可是没过几天 老人就在睡梦当中去世了 其实这就是回光返照 身患重病的老人上了年纪之后 也就是越来越不爱动弹了 也只能每天躺在床上 虽然说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休息和睡觉 可是整个人的精神会越来越差 但是有一天当他这个状态突然好起来的时候 那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了 其实身患重病的老人虽然爱吃饭 并且吃得很多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些表现的主要原因是 老人身体里的这个激素开始大量的滋生 尤其是这个肾上激素开始疯狂地滋生 所以就会觉得老人好像是突然变得精神的一样 出现这个表现 那就是家里的老人也就可能离去不远了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老人会出现回光返照的这种现象 其实这都是因为身体里边的激素大量的分泌 很多老人在离去的时候 都能够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 知道自己可能真的不行了 于是身体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 但这种激素只能维持身体很短的一段时间 有这种激素的存在 老人的身体也就非常的精神 老人也就利用了这段时间 开始跟自己的家人交代自己的后事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不管再怎么治疗 一般是没有什么用 所以说老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子女只能是顺其自然地去面对他 第四种表现就是老人的梦 如果说一个卧病在床很长时间的老人 他突然跟你聊起来 说自己梦到自己已经去世的亲人 和他说话 这就说明他可能即将离去 其实有科学研究表明 人的梦境就是欲望的表现 你心里边有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追求 那么等你睡着之后 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 让你非常渴望这些东西 所以对一些时日无多的重病老人 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 已经隐约感到自己可能是时日无多了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经常回忆起曾经的以前的过往 其实每个人都很难接受自己亲人的离去 但是能做的只能是坦然去面对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每个人都有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一个老人阳瘦已尽时 身上一般会有以下这些征兆 一 牙齿掉光 正常人的牙齿都是白色光亮的 但老人的牙齿会慢慢变得非常干燥 没有光泽 还会变黑变脆弱 阳瘦已尽的老人 往往会脱掉最后一颗牙齿 二 排泄物是白色 正常人的排泄物不可能是白色的 但阳瘦已尽的老人 他们的排泄物可能是白色的 这代表他体内的器官严重衰竭 已经无法正常代谢了 即将停工 三 在别人的眼球中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一个人阳瘦已尽 那他在别人眼球里是看不到自己影子的 而正常人能够从对方眼球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四 耳朵萎缩 如果老人阳瘦已尽 那他的耳朵也会萎缩 失去原有的光泽 这代表他可能即将离世的表现 五 脚心像针刺一样疼 阳瘦已尽的老人 脚心往往像针刺一样的痛 且在丹田之处还会有红色的小疙瘦出现 这基本上预示寿命将尽了 六 小便很酸 即将去世的老人排泄小便时 酸气会非常刺鼻 让人不敢靠近 这也是死亡前的征兆 七 呼出的气是凉的 正常人呼出来的气体都是带有温度的 是热热的 但如果一个老人呼出来的气体是凉的 那意味着他可能不久于人世 八 鼻子变歪 老人将要去世时 五官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鼻子会变歪 并且整个面容没有血色 九 白天可以看到星星 正常情况下 人们在白天是不可能看到天上的星星 但对于一个阳寿已尽的老人 他有时能够在白天看到天上的星星 十 可以用眼睛直视太阳 正常人的眼睛是不可以直视太阳的 会非常刺眼 而快要去世的老人 他可以用眼睛直视太阳 不会感到刺眼 当然 这是正午的太阳 并不是说他在早晨生起 当正午的阳光照耀着 人们看着都会觉得非常耀眼 不敢看 但他可以看着他而不会刺眼 十一 脾气古怪 人都有第六感 如果一个人能够预知自己的死亡 那么在之前 他一定会有所表现的 其中有一点就是 他的脾气会变得非常的古怪 在得知自己快要死亡了的时候 如果不能接受 就会通过发脾气的方式来表现 十二 吃不下饭 在老人垂亡之际 体内的各个器官 基本上都已经停止运行了 所以 在这个时候 他也吃不了饭 无法吸收营养 十三 喘不上气 老人原本的呼吸心跳能力 都不如年轻的人 在去世之前 他的呼吸心跳能力会变得更加的弱 就会产生喘不上气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给老人顺气 不要让他难受 十四 流泪 相间老人说 人在去世之前都会留下一滴雌母泪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命走到的最后 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 感恩他们的恩情 就会留下一滴雌母泪 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十五 指甲变黑 许多人会发现 有很多命不久矣的老人 他们的指甲都会慢慢地变黑 一开始只是少量的黑色 到了最后就会越来越黑 等到完全黑了的时候 就会死亡 可能是因为十指连心的缘故 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人死如灯灭 人死不能复生 这一类话人们经常听见 但是是不是真的 人们却不知道 至今没有人知道 人死后会怎样 有可能是生命彻底消亡 也有可能是以另一个形式 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人死后真的彻底没了吗 其实这是完全不能确定的事 科学家们无从研究 人们也无从探讨 毕竟死后的世界 只有死去的人才知道 但是死去的人 又怎么能跟在世的人交谈呢 所以这件事 至今仍然还是一个谜 在佛教说法中 人死后会去阴曹地府 并在那里清算自己的功过 有的会转世投胎成人 也有的会投胎到其他动物身上 好事做得多的人 有可能会成仙成神 坏事做多的人 会下十八层地狱 总之会有不同的可能 那么人真的有下半辈子吗 其实下辈子的说法 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 并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可以拿来证明的 因此人也许根本就没有下辈子 人过了六十岁之后 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身体变得越来越衰老 身体各个技能开始衰退 这时候难免容易被一些疾病产生 身体也容易出现 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有些是衰老的正常现象 但有一些症状的出现 则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值得警惕 不容忽视 六十岁后 寿命短的人 可能有这五个迹象 一 视力衰退较快 随着人的年纪的增大 人们的视力 的确会慢慢衰退 看东西也变得费劲起来 这也是人们俗称的老花眼 老花眼是衰老的现象之一 一般视力衰退的进程 是很慢的 如果发现自己的视力衰退的厉害 戴眼镜都不好使了 甚至有时候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 这些情况就值得重视 值得警惕了 如果是体内血糖过高 血糖控制不好 则容易导致视网膜的病变 会加速视力的衰退 看东西看不清楚 而出现眼前发黑的现象 则说明血管健康出现问题了 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 要警惕脑血管疾病 及时检查治疗和控制 免得发生不测 二 排便不规律 颜色改变 人体内最先衰老的器官就是肠道 肠道的衰老使得其功能下降 会降低人的食欲和消化能力 肠道蠕动能力下降 也会使得排便会比以前费劲一些 如果只是排便稍微费劲一些 有轻度便秘 这倒没什么 但如果平时排便很规律 排泄物形状也正常 突然排便变得不规律 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和腹泻交替 排泄物形状发生改变 并且出现黑便时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肠胃出现问题了 需要注意检查治疗 免得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三 身体无故疼痛 人老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 身体难免会出现一些病痛 但是有一些病痛并不是所谓的老毛病 而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如果胸痛、背部疼痛、肩膀刺痛、牙痛等等 可能是非典型的心脚痛症状 如果是较为严重的腹痛 则可能是胆囊炎、胰腺炎、肠道耿足等等 如果是腿部酸痛甚至是灼热的疼痛 则可能是血栓或者是血糖直过高所致 无论何种疼痛 如果是无故出现了 没有找到病因 那么就要多加注意 及时检查 免得错过治疗时期 四 记忆力下降 性情变化 人老了 大脑也难免会衰老退化 不过即使是衰老退化 大脑还是能够应对正常生活的 但如果是出现记忆力下降厉害 并伴随着性情的变化 行为变得较为古怪 那么就要小心了 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需要及时预防了 除了老年痴呆 还可能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 如果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控制不好 会加速脑血管的老化、硬化 使得脑部供血不足 会加速大脑的衰老退化 也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和性情的变化 五 试睡 身体易疲倦 人年纪大了 身体机能难免会下降 体力也会下降 这时候人身体难免容易疲倦 精力不济 需要多睡眠和休息来恢复 这是正常的 但如果是出现试睡 身体易疲倦 尤其是经常睡觉醒不来 起来后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 走路走一会儿就感觉身体疲倦的话 那么就要小心了 那么有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脑血管出现堵塞了 当脑血管出现堵塞的时候 对大脑的供血就会不足 大脑功能下降 从而使得人试睡 脑袋昏昏沉沉的 也会影响到身体的行动能力 让人容易疲倦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要及时检查医治 免得发生脑粗重 中风等疾病 人过60岁之后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要做好下面五件事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每天运动45分钟 现在很多人运动量过少 身体都没有基本的运动和锻炼 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利 会降低身体的素质 降低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而如果每天能够保证运动45分钟 不管是跑步 散步 打球什么的 只要进行适当合理的运动 就会对身体有好处 能够增强身体的素质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 并且对预防一些疾病和职业病有帮助 2.睡前泡热水饺 泡热水饺是非常简单实用的保健方式 如果每天睡前用热水泡饺20分钟 不仅能够加快血液的循环 缓解疲劳 增加睡眠质量 还能够使得心脏肌得到改善 对预防一些疾病也有不错的效果 如冬天泡饺就能够去除寒气预防感冒 值得注意的是 泡热水饺 年轻人泡个15-20分钟即可 而老年人可以延长到20-30分钟 水温最好不要高于40摄氏度 泡完饺后要及时擦干 三 免得潮湿着凉 反而诱发寒气的入侵 三 饮食少盐少油 人们比较喜欢重口味的食物 尤其是人老了之后 胃来退化 可能需要更重的口味来刺激味觉 但这样的饮食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容易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生 对心血管健康不利 因此如果在平时饮食中注意少盐 就能够减少身体的负担 对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有帮助 也就提到了保护身体健康的效果 四 吃饭七分饱 古人云吃饭七分饱没病活到老 这是因为吃饭七分饱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 减轻脾胃的负担 有利于消化 有利于控制体内血压 血脂血糖的稳定 是长寿的饮食习惯 如果觉得吃饭七分饱不够 那吃个八九分饱也是可以的 但千万注意不能吃得太饱太撑 否则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的负担 对脾胃造成负担和伤害 不利于消化和身体的健康 长期如此的话导致身体的肥胖和三高疾病的发生 好的心态是有利于身体健康和长寿的 不少长寿老人都是心态非常的好 看得开很少生气 因为生气会伤害身体 经常生气无异于自我伤害 会使得体内气血翻涌 血压的升高 这对患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因此在平时生活中就该少生气 常乐呵 把事情看得开一些 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1点钟 屏 пом清 3点钟 1点钟 9点钟 9点钟 温度 4点就位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